那大家就在思考一個問題 這這麼長的時間,都是零零星星 以台北市為例,還不到五個確診案例 到底降級要怎麼處理?我們來看看 事實上一開始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有分四級 其中這個所謂的第二級是,只要出現感染源不明的本土案例,它就是第二級 我們大概已經有 14天 台北市沒有不明感染源,所以理論上已經接近 降到一級的標準 不過這樣 畢竟首度生活圈,甚至 高鐵一日生活圈 所以倒是重點不是說台北市 整個台灣 的狀況 那麼不管怎麼樣 大概目前不明感染源已經 就算全台灣來算的話,應該也掉到非常低了 所以的確我們是已經達到了 降到一級的標準 接近 那剩下問題就是這樣 如果真的降到一級 有沒有可能疫情反撲 答案當然是有可能 那這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 疫苗覆蓋率 所以今天是這樣 我們已經把 算是很成功的從5月到現在把這個 感染已經 就我們地方政府能夠做已經把它壓到最低了 已經接近可以 降到一級的標準 那剩下就是我們要怎麼 最快的速度 把這疫苗覆蓋率 打起來 謝謝 謝謝